跳排舞的活动我们让不少观众也了解到 其实排舞这项运动啊 不仅仅是叔叔阿姨们在跳 还有年轻的小伙和小姑娘们也都爱跳排舞 而且排舞呢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容易 当然排舞的魅力越来越大 除了我们浙江广电的民族们和超级领唱以外 还吸引了不少艺人来参与的 来自台湾的男子天团 MP魔幻力量是第一组来到《我爱跳排舞》节目的艺人 当天活泼的他们和上城爱朵艺术团的阿姨们 擦出了不少的火花 挑战一下我们这个手 哇好棒 好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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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这个凯开转完之后 魔幻力量的粉丝跑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到时候 我们平常没有 比较没有机会看到这种民俗的舞蹈 对 对 然后这是可以在这边看到觉得蛮酷的 对 而且那个扇子耍得非常的厉害 我们大家想说 也许可以结合在我们下一张专辑里面 有个扇子舞也不错 作为交换 MP魔幻力量还教起了阿姨们 由他们原创的在台湾非常火爆的射手舞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五 五 掌声 我们欢迎沈建宏 欢迎陈宜 而第一组到舞台跳牌舞第二季 城区争霸赛中担任评委的 这是台湾新生代的偶像团体AK 面对西湖区阿姨们的各路刁难 AK显得乐在其中 一起 这个团队呢 其实来现场拜托我做一件事情 他们不仅要展现他们的风采 他们的美丽 他们还有一件事情 你们自己讲 你们想要在今天现场干嘛 咱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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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�